大家好 我今天折腾了一天 昨天晚上都没睡好 昨天的视频啊 首先这期视频就是 一个承认自己犯的错 也不叫的一个视频啊 也不算赔你道歉吧 反正就是对自己 昨天的言论 无知感到羞愧 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拍以后呢 也是慌慌张的发上去 发上去后好多人评论就说我 说错了啊 那个 人情很闹 电动车是不能够骑行的 必须要推 说是 教规里面的第七十条 有这样一条规定 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 我真的是看了评论以后 我才知道的 这是有一说一 所以 确实当时就觉得很羞愧啊 这么新的教规会变成这样子呢 哎 但是人呢 总想有点狡辩一下 我就找一下原因 我说我 我之前考教规 100分过的呀 咋 咋就 不对头呢 是吧 后来我就查这个七十条 它到底是怎么 怎么出来的啊 什么什么年份啊 什么时候 推出的 后来发现呢 它是2004年 2004年推出的那个新规版本更新 就增加了 那个什么什么 你们所认为的那个 半马线不能够骑行必须的推 包括自行车 机动车 非机动车的电动车 什么都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就默默的打开了我的行驶证 发现 哇 我是01年拿到的 拿到的 驾驶证 而那个是04年推的 所以我当时考教规的时候 确实没有这一条 然后呢 这么多年呢 也确实是 不学无术 不与时俱进 就好多这个新的教规更新以后 我就不知道 也不关心 你别说 我后来看评论 我确实好像想到 我有一年 到我们湖北的那个荆州 那个古城那块 租了一个不是共享单车吗 骑车到那儿过马路的时候 就会被被那边的协警啊 交警他们的说要我们下来 让我们推过去 我当时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我推呢 但是没有 真的就没有细想啊 真的就是昨天才知道的 哎呦 有这么一回事 我当时只是觉得 可能也没往心里去吧 啊 当时就就就确实啊 嗯 不正不正当的一个言论 确实 呃 感到羞愧 感到羞愧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没有怎么评论 那期视频评论很很激烈 我也没怎么回复 我就开始在网上搜那些信息 学习补习 重新补习一下那个交规 好好的学了一下 然后呢 跟关于大家所说的那个斑马线 啊 推推行的这个事 我就好好做的研究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聊聊这个 这个关于一个交规 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 并没有这样执行 那路上自行车电动车都是这样子过的 没有说哪个要推 关于交规的第70条重新再读一遍啊 读一遍 大家听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实施条例 我们一般简称交规 国务院第405条第70条 驾驶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三轮车在道路上 横过机动车道 应当下车推行 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 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 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 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的道路 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道路横过街道 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这就是整整的40条 这里面有哪一条哪一个字有说 斑马线需要推行的 没有吧 里面都没有对不对 没有吧 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过斑马线需要推行呢 我就好好研究了一下 就是非机动车道需要推行的这个规定是 其实是从1988年1988年的那个倒途交通管理条例里面 其中就有一条是第58条 上面有写 自行车三轮车的驾驶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里面的第三条 通过陡坡横穿四条以上的机动车道或途中 车闸失效了 须下车推行 下车前须伸手上下摆动 示意不妨碍后面车辆行驶 就这里推出来了 然后到了2004年 这个交规条例就取消了刚才88年所说的 就是要横穿四条机动车道 就是有四条机动车道的道路 你要过去的情况下 你就必须得下车推行 到了2004年就取消了这个四条机动车 就必须要优先的要去走办法线 因为88年可能也没有 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车 也没有那么多的公共汽车 是吧 所以我认为是叫以鹅传鹅 就变成了过斑马线需要需要推行 或者是有些执法部门 他觉得和你这样去解释很麻烦 是不是 他就干脆就说你过机动车道 你这样 你知道是横穿过去的 你就必须下来推 所以他就会在路口戴帽子路口 跟你说下车推行 其实就让你提醒啊 然后还有一条 为什么去推行 因为人行横道啊 也就是斑马线 大家走过去 就是人和车会混杂在一起 如果你骑车在车上的话 你会撞到行人 就也会不安全 所以这样他也会让你推行过去 这样的负责安全 但是电动车真的在走斑马线或者自行车 你都需要下车推行的情况下 在我们这个地方 在国内 我觉得不太现实啊 原来是自行车大国 现在大家叫电动车大国应该不为过吧 城市里面各个都都如果都要下车过过斑马线 那么多斑马线 你说早晚封的时候那条路怎么走 肯定堵了 然后在实际过程中 如果你真的要下车 你坚持我说我要推过去 当时交警可能会跟你说 你赶紧走 赶紧走 而且你想想 电动自行车它的重量 是比自行车肯定是要重很多的 根本就不适合推行 如果大家都慢悠悠的去推行的话 根本不可能在绿灯的那个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斑马线 而且万一没走过去 你那辆车那么宽 你可能还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然后呢 有时候可能你在推的过程中 你不会把电给拔了吧 不会断电吧 你可能下车以后就这样推 你在人下来的推 手推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无意中拧下电邮门 你可能会 电动车会冲出去 会造成更大的威胁 对不对 你可能还会把那些在前面走的行人给撞到了 也会发生很多的危险 所以说我认为并不太适合 另外呢 其实电动车你在骑行过程中的防御率 就是被撞的过程中你会受到的伤害 我觉得是会比你在推行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伤害要轻的 就拿我们昨天眼前发生的一个事故来说 在撞的过程中 那种动人大部分的撞击能量 都是被电动自营车后面给吸收掉了 然后那个老爷子撞起来摔下去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肋骨骨折 假如说那个老爷子他在推行过程中 在推的过程中 那个车撞到了 你想想他是第二次撞击 那个电动车可能会被他的腿啊傻啊 是吧 可能胸啊或者然后翻滚啊 可能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因为他他在行进过程中在撞过程中他腾空了嘛 然后我是这样认为的 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在网上看到的相关规定啊 就是在斑马县啊 贩路口贩子路口的区域一般都是就是有斑马县的嘛 就会存在人行人道对不对 那属于路口还是路段 一般是在像我们这个就属于一条路的中间啊 有一条斑马县方便我们的小区里面的行人 横穿机动车道到对面的一个小区 不公园里面的一条铺设的一条人群横道 而他不是在路口 所以呢贩子路口啊 所以他一般是属于路段或者是路口 都是会存在一个斑马县的 里面有两种标准 一个标准呢是一旦你越过了斑马县 就因为斑马县的停止县之后啊 就是接近于路口的路段 嗯 这一段我其实不是特别能够理解 不是特别理解 嗯 但是读下一段我就能够理解了 然后我们反推这一段是为什么它是写啊 而人行横道的后方 当前道路或垂直道路是人行道 非机动车延伸部分的道路相交的位置 很多地区呢会特意将机动车或者是非分界线 延长至区域 以明确非机动车道所在 因此呢在越过人行横道后 电动车作为非机动车 在路口被放行后 可以直接骑行通过 怎么确定有的人行横道是可以骑行的 就是在人行横道的后面 它的延伸是一条纵向的非机动车道 或者是你可以骑车的道路 斑马线你是可以直接骑行过去的 所以反推他刚才说不能够骑行的就是 你的斑马线的延长线的后面那一段 是机动车道 那你就必须得推行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 你今天一定要懂 你要懂很多 你要好好去研究 我研究一天 像这种字 为什么我那个视频里面 仍然觉得那个字不能随便签 不要那么快的去签那个字 因为一签你就确认了 如果你学到这一条 我就可以 如果他就跟我说 当天警察跟我说 你的父亲是因为骑电动车横穿马路 没有下车推行 是抱有斥责的这样一个条款的话 那我觉得就拿出这一条给人解释 哪一条里面有明确规定 斑马线 在明文文字里面写的 不允许齐行 而是需要推行的 没有 对不对 没有 所以我说的扯是要有理可据的去扯 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 今天也是想通过这个学习的过程 再次学习交规的过程 让大家还包括我自己 了解到安全的重要性 包括昨天晚上我接孩子 我也跟孩子在讨论斑马线需不需要推行的问题 我就问他 我说你知不知道斑马线需要下来推啊 他也不知道 所以通过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学习嘛 就是互相学习 然后最后我也想一下大家 怎么说大家这个 观众的群体还是非常高的啊 我昨天确实不知道 这点是要承认大家的这个安全意识标准确实比我高很多 评论上面 嗯 所以感谢大家啊 感谢大家对我的督促 我也慢慢的在提高 又学到一些新的新的交规 嗯 还是昨天说的那句话 天冷了 大家开车呢 也不要那么慌慌张张的 注意安全 啊 路滑天冷啊 都要注意安全 不要发生交通事故 昨天晚上还有一哥们跟我说你昨天那个视频拍的太巧了 我们他们家爱人就被网约车给撞了 昨天晚上一晚上就花了七八千块钱 七到八千块钱 在医院里面 他非常着急 有跟我说这个事 我说那肇事司机有没有跑 他说没有跑 嗯 今天到交管局去定省啊 就定折 也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判决吧 嗯 所以还是那句话 安全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我们要在这个比较混乱的这个 大家的一个不好的习惯下面啊 还是保护好自己吧 就是这样啊 还是感谢大家对我的指振 感谢感谢 我真的是 为什么戴个帽子 就是昨天一直在学 早上起来送完孩子 六人钟就开始在学 这个网上学习这些相关的一些 知识了解制造自己到底是错了 还是什么样的啊 哎 所以戴个帽子 头发都是乱乱乱的 没睡好 感谢感谢 感谢 我们就下次见了 哈哈 感谢